請下部長 請理部長 賴文言早 我看這個 大家一直很關心的 第五次的強程會 聽說要確定在六月中旬 在上海 舉辦 我請教部長 財政部這一次的 第五次強程會 要不要派代表出席? 在ECFA裡面相關的 就是我們的 關稅減讓的問題 關稅減讓牽涉它的源頭 它是找收項目 那這些部分是由國貿局、工業局以及相關單位 做必要的一些協商 那我們關稅總局、關政司 也有同仁參與 因為這個訂了之後 後續我們關稅法 這個稅子必須做配套的修訂 財政部最高層級派到 關稅總局局長 對沒有 我們目前是我們的關政司以及關稅總局相關的同仁 看對方不同的層次 我們不同的層次的人去 不會派到次長去吧? 到次長到目前還沒有 我們最近去的是我們的師長 好 那麼因為我看上一次我們有談到兩岸租稅協議的 這個另外一個課題 這個是不是確定就無限級把它 那也不是 那也不是 因為繼續協商中 還在談嗎?沒有談了嗎?現在都沒有談了吧 目前大概沒有 就從上一次半年前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談過吧? 正式的談到沒有 都沒有嘛 從今天交換意見有沒有? 交換意見倒是有啦 因為我所瞭解 聽說是台商非常反對 正反兩面都有 台商非常反對 我們就不了解喔 當時 既然這樣子 為什麼會把這個題目丟出來 弄得 講個不客氣喔 變得灰頭獨臉 要端上檯面 本來就差不多ready了才要端上檯面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 弄得 後來就不要了 現在看起來就不要了 因為很清楚 你剛講政治行商沒有嘛 零零星星交換的意見 那都假的嘛 事實上我們了解就是不要了嘛 很清楚就是不要了嘛 這個基本上就我們政府是為大家服務的嘛 今天台商在大陸的經營 因為它形態很多種 所以有不同的生意進來 有的是積極說趕快弄趕快弄 有的說最好不要弄 那時候我們就 稅的問題都要到 老實講大家都很清楚嘛 這個雙方面在談喔 稅就跟人家拔毛的喔 這一定放到最後面嘛 是是沒有錯 結果 有些國家一談都談三四年 所以要往前一堆喔 那當然問題就非常多 我認為這個案子已經沒有了啦 事實上從你口氣裡面 講話裡面看起來也是沒有的啦 這個 我們基本上 部長我提醒你喔 是 下一次特別在這個稅這部分 還是要非常謹慎 那當然 還是要非常謹慎 不要輕率提出來 提出來是下不了樓梯 這個很清楚下不了樓梯 你看 但上檯面 這麼重要那一次來講的話 第幾次相成會嘛 要有四個 然後裡面其中一個 然後其中一個 後來就沒有了 沒有了就永遠 Forever沒有了 本來就不應該封進來了 從事後來看 不應該有這個東西嘛 問題就是 這個當時的情境 當時的需求嘛 問題的私人講起來 沒有 我得到訊息 你可能不敢講 我得到訊息比你更多啊 我所了解 這個黨部很多意見 就認為 不該有這個題目啊 為什麼這個題目啊 事實上都很清楚的嘛 怎麼會有這個題目 半年前那時候 那時候拿出來就很多就 我有了 我們還拼命試試你 結果發現 這個 這個黨部理想是反對的耶 這個幾乎就停牌了啦 行政機關我們還是 盡力而為嘛 停牌了啦 部長 所以這個以後你還是 像這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還是要非常的謹慎 第二個 同樣的 現在來講 你那個五都用 取代的上限 用最初的250%喔 這個還是很多人不舒服 包括我在內 我都覺得 欸 這樣變成 我花了越多 可以取代越多 這變成滾來 那個就 雪球效應很高的耶 但前面還有一個 當年流量的管控啊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我覺得還好吧 流量你 一樣嘛 還有一個強制緩本的一個機制嘛 所以現在講 有三個這個指標 要來管控在內 所以還好我們幫你踩點煞車啊 你的強制緩本 把你變成6%啦 基本上你OK嘛 對不對 這個當然 這個這歲初的 還要請問你 規劃的問題 我請問你 那你 原來我們這裡面把它改了 48變成39 你也同意嗎 這個當然 牽涉整個法的一個架構問題嘛 但委員會的這個決議 我們盡量尊重 那只是以後 實務上怎麼去執行 這個當然 我問你現在是 地方5變成6 是你可以接受的嗎 OK嘛 這個 就是我所講 我們今天行政院出來的東西 我當然希望說 維持我們行政院的啊 我不能說 講一個我就改一個講一個 又變成說 我改來改去的 那我也沒辦法 他這個人說 我一定同意 我也不能這樣講 那講人家又罵我 改來改去啊 所以我這個很 這個就是行政部門 我一定要主張 我們行政院的版本 我想這個是我的責任 可是人有沒有困難嘛 我說 如果地方5變成6 然後你的40變39 有沒有困難 困難當然一定是有嘛 他就是說第一個 他稅出的這個支出 還本多一點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對債務的管理是好事啊 所以他一定是兩難的事情 所以換言之你是有困難 但是呢其實你也樂見其成 因為這樣子對稅的整個回收 債務的管理有幫助 所以如果立法院要5變成6 然後你也不會太堅持 不是我堅持不堅持的問題 這個堅持就整個我們政府的債務管理 今天是綜合所得稅 黃務稅啊 這個今天申報的截止 大概還有五分之一啊 大概是差不多一百多萬戶還沒有報 那個這一方面啊 這個是不是確定在今天 我特別講網路報稅 是不是確定在今天12點 晚上12點準時關閉有沒有 對因為網路的問題 依法到今天是最後一天嘛 基本上網路他這個進帳的日期是這樣子啊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到今天晚上的12點 這個法定的截止日到期 這個我提醒部長喔 還有一百多萬戶沒有報的話 這個網路會塞車喔 寬頻頻寬不夠寬的話會塞車喔 到12點你關閉他就報不了喔 你要考慮這個東西喔 這個當然這個容遠他都會有這個問題發生嘛 基本上講起來這一百多萬他有兩種方式 一個來現場報一個是網路報 過去經驗來看 現在網路比例多少 現在大概六成多一點 六成多 我所瞭解已經快到七成了 最好我們就是鼓勵大家 盡量用網路申報嘛 那這個會塞車啊 你不是怕塞車嗎 那當然我們盡量希望 盡量這些納稅義務人 能夠把它盡量來找嘛 所以不要等到12點 11點59分才來啊 你要不要在這裡 再做一個宣布啊 當然我們這裡還是 我們看過號時間 上網時間啊 只要12點以前 就可以了 還沒結束沒關係 可以嗎 這個牽涉我們整個 這個電腦運作的機制嘛 我覺得沒辦法一直這樣 無限的這樣去做調整啊 沒有調整啊 講過號是12點之前啊 你11點58 過號你還沒 在我們投票一樣 你進來投還沒投完 沒關係啊 講到講是 這樣子沒有考慮嗎 這個是辯明喔 對當然是沒有錯啦 這是辯明喔 這個基本上講起來 我們還是預期 我們所有納稅義務人 盡早申報 不要說等到11點59分 再去網上這個辦理申報 那這樣子 對他也不是很好嘛 是不是 我們說還是盡早一點 我請問你喔 那個我們這裡你有提到說要 利用政府所得資料庫查調查所得 才有免罰的資格 否則一發現漏稅還是要處罰 現在還是這樣子嗎 就網路報稅 我們是很擔心喔 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有些這裡這裡兼差啦 一千兩千少報 到時候你有處罰幹什麼 我講這裡分兩個部分 我想以前委員都指教很多 基本上扣腳所得 目前全部由我們這個 裁稅資料中心來提供的話 這個部分就沒有罰的問題了 只有補報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非扣腳所得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講起來 我們財政機關 稅務單也沒辦法去掌握 所以必須納稅用人 自己來誠實的申報 假如事後發現 有非扣腳所得 有漏報 那當然就照一定的標準 來做必要的罰還 這個東西 你講的等於沒有回答一樣 大部分就是你的問題 也是一般報稅人的問題 像我們這裡面有好多 盧修院委員 去那裡演講 這裡一張兩千 那裡一張三千 那個都漏掉了 怎麼不會 那個部分已經是扣腳所得了 那個部分已經 應該不會有問題了 兩千不會扣 兩千怎麼扣 它不會扣 它是免扣腳 但是後面還有那個扣腳平台 還是會來啊 它是免扣腳 幾千幾千的 這部分還是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努力 盡量把它納到扣腳所得 去做處理的話 這個部分基本上講 就沒有罰的問題了 還有沒有罰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請教 這次開發金的董經改選 在6月18號 是 那麼 聽說財政部找 這個開發金的董做 陳沐在 但是他拒絕你協商 有這回事嗎 應該不會說拒絕 這個只是陸續協商 他說晚拒 沒有拒絕是晚拒 應該我想我的了解 他們都在積極的協調之中 他說他並沒有被授權 但是現在來講 請問你目標大概多少 我們現在應該 開發金主導權應該會有吧 不會 你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按照我們 說真的開發金的持股 都是台灣銀行 跟兆豐金 他們目前總數價大概4%左右 所以4%左右去爭取 一個合理的席位 我想這個是可以協商的 當然我們盡量 這個能夠爭取多一點 盡量爭取嘛 不只4%吧 現在4%嗎 現在是4% 因為有些是4%左右 我記得沒錯 現在7%吧 應該有7%吧 加一加 加一加其他的 還有那個徵求委託書 什麼之類的 對 我記得應該是4%左右 但是基本講起來 我們政府機關說真的 多年來用徵求委託書 這個方法 我覺得不是很正確的 所以你反對用徵求委託書 基本上用量的話 不是一個最合理 最公開透明的方式 因為民間徵求委託書 它那個能量非常的大 結果 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為什麼 希望協商 大家都不必去 花那些經費 發那些資金 去惡意的 弄了很多很多 你等於公開像我們說啦 公開像我們社會講啦 所徵求委託書 我們公家是輸給民間啦 不是這樣子啦 多年以前多次都是如此啊 多年來 為什麼造成股市的這些不安 股東之間的爭議 以及員工之間的爭議 就是這個問題啊 因為第一個 政府預算有限 我不可能大肆地去徵求委託書 結果造成對方 用各種的方法 所以你透過協商 目前還是可以 三董一間可以爭取得到嗎 所以說盡量透過協商 三董一間可以爭取得到嗎 我們以這個當目標嘛 以這個當目標 但是他們一直一個讀統 不一定給 這個當然還在協商中嘛 所以保留給我們這樣子一個空間 三董一間還是目標 我們這個當目標啊 目標齁 那個上個禮拜通過那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二九之一 這個六十五億大概可以回來的 照以前的一些協商 應該是說這個二十九之一 通過之後 對方他相關的稅可 可以做處理的話 他餘裕的資金就可以匯回來 你有沒有估算過 這樣子每年以後可以多少回來 這個當然看每個 大概多少平均 上百億啦 上百億的資金 一年可以增加一百億回來 至少他從大陸賺到的錢 他可以匯回來 就是海陸空 海陸空的航運這些回來 海空啦海空 海空啦 一百億左右 至少一百億左右 因為看相關 每一家他營業量的大小的問題 是 是是 謝謝 謝謝二位